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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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暖 阳光 沉稳 这些词语都可以形容我 我是一个来自河南的小伙 我叫蒋全胜 今年23岁 朋友们都说我是一个暖男 也是一个很要强的人 对待任何人都很有耐心 也是朋友中出了名的好脾气 要说让我快速成长的事情 应该是一次人生变故吧 让我不再是温室里滋养的花朵 而是经得起风雨中顽强的小伙 要说感情经历 我也不知道算不算是恋爱 在我很小的时候 我喜欢上了一个女生七年 后来上了高中 遇到了另一个女生 她很好 很温柔 总是陪伴着我 给我温暖 但就在我想要和她告白的时候 她离开了我 现在我想找一个可爱懂事的女生 你会是我新生活的女主人吗 美艺航的嘉宾 就是刚才小片说 你喜欢一个女生 喜欢了七年 那个女生是不是非常的优秀 可能那个时候 是她某一个方面吸引我 也可能是一种得不到的 永远在骚动的感觉 喜欢能喜欢七年吗 没错 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很早的时候 那你是这个过程一直没表白 对 一直就是爱恋 那说有一个女孩 最后你是永远得不到她了 是这个女孩吗 不是她 是另一个 是去世的那一位 怎么会 她参加同学的生日聚会 她喝着酒在路上走 然后遇到了一个喝着酒 开车车的司机 然后 同样一个错误 惩罚了两个人 太可惜了 一个花样的一个年华 什么时候的事啊 是在两年前了 这就是典型的那种 有时之年遇见你 但是没有和你在一起的运气 所以说我觉得 无论是过往还是未来啊 当遇到一个自己喜欢的人 值得自己用爱去珍惜的人的话 我觉得一定要抓住时机 不要等 女嘉宾 我想问一下 你是经历过这个事之后 所以才变成了一个特别要强的人了吗 就是不希望你以前干过的所有事情后悔 并不是因为这件事 是因为我也说过了 我的职业是一名瑜伽教练 当时我是一个对于一家特别不擅长的人 总是被人嘲笑 被人嘲讽 说我不行 压根就不是干这个的料 然后我就觉得 既然大家都看不起我的话 那我必须要做出一点成绩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这样 你就是有多么热爱这个职业呀 当别人觉得你不具备这个能力的时候 你还能够坚持到现在 而且做得很好 你给我们展示一下呀 可以 好 要不要找几位姑娘跟你学一下 因为瑜伽来说的话 应该女生比男生更擅长 可以啊 有愿意跟他学的吗 请举手 四号 六号 一种河 好 一个有任性差 一个左右不分 你们两个是完美了 哎哟 六号还真的蛮软的啊 你都市场 我一直在做 你自己身上 还要做 我自己身上 都一样 我还有一个人 我还能够议 我自己身上 我自己身上 好像是够像 摆不上去 换一个 再换一个 起来了 就这个你能做得最好 现在站起来这一步 接下来呢 我们给全盛一个 自己展示的时间 把你的看家绝活都展示出来吧 这要求身体的核心要非常的稳 直到时心不开 春夜花已成海 时分开 长安修尽三十海 看我细袖情路 无处不过 却在南山处 一世的花蓝头海 男嘉宾就是你这个职业 肯定会经常和女生有些肢体接触 那你女朋友要吃醋了怎么办呀 哄她呗 你女朋友就是纠结这个事 就是不想让你做这个 就是雨家就练了你 你会怎么办 就因为吃醋这个 我就尽力说服她不要吃醋了 男嘉宾你好 就是你不愿意 就是为女朋友改变职业 那你现在定级的哈尔滨 你愿意为她牵挤异地吗 考虑接触的话我是会的 谢谢 目前为止 姑娘们要继续留灯吗 请表态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全盛上台前准备的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最近让你能听哭的歌曲是什么 你想问谁 七号 我好想你 突然好想你 你会在哪里 过得快乐或未去 突然好想你 突然锋利的回忆 突然模糊的天际 那那个让你哭的男人 怎么的了 就是我遇到过的男人 除了我爸爸就是留给我印象最深的 那是因为你们生命当中还没有出现过太多的人 可能是 我也想问一句你们分手多久了 分手不到八年的时间 哦 时间还短 真的 时间还短 我也曾经失恋的时候 以为过我这一辈子都可能会忘不了他 我也觉得心里面很难受 甚至于我都 因为那一段分手 拒绝了一切跟澳洲有关系的东西 我听到澳洲两个字 我就会心一颤 现在我明白了 只是时间还不够长 时间会冲淡一切的 你也会找到真正属于你的幸福 别再沉迷你以前 没意义的 谢谢老师 我看下一个问题 你心中最美的场景或者画面是什么呢 你想问谁 我感觉最美的画面 是我拼命努力挣钱在努力的样子 和我爸我妈拿着我挣来的钱 安详就是生活的样子 我感觉这个画面才最美 感觉在我心里最美的场景就是回家的路 回家的感觉是最美的 回家的时候感觉特别开心 因为我已经两年没有回家了 你家不加姆斯的吗 是吧 对 因为两年没有回家 是因为跟家里吵架了 所以一直没回去 那你不联络家人吗 联系 但是就是不想回家 其实你是不是不好意思 放不下这个脸了 你莫不如今天的话 就着这个机会 跟家里人说点什么 然后就把这个坎拿掉了 原谅我的任性 然后今年过年或者是等我在休息的时候 我会不会害你们 对于我的任性 我对你们说什么对不起 跟自己最亲的人没有什么不好的意思的 把自己的气撒在最亲的人的身上 是最愚蠢的事情 因为他们永远都是最爱你的人 你认为多长时间 亲吻一次算正常 这个你想问谁 3号 最好是不请 因为我 因为那个要是说我找个 将来找个对象 要是像吴亦凡那么帅 我天天请的 时时刻刻勤的 因为那个多巴胺和那份蜜 就是两个人经常接吻的话 会让对方长得更像 那个菌群呢 如果我将来找个对象磕着 我可不亲他 万一我也变磕着了呢 一诺呢 一诺觉得多长时间亲吻一次正常 我没想过这个问题啊 你是随机的 对 随机 随机 那平均一下来说的话呢 概率学 这不隐私吗 我想问个问题 参加宾 请讲 你刚才看见我了吗 刚才 看见了 为什么你把我换上去 我感觉我挺优秀的呀 因为我怕你把他们都比下去 给他们点面子 你真是 为了一个抛弃了怎么骗森林啊 不啊 主要是这一个太优秀 这块闹得没毛病啊 但是下面估计有人不愿意了 来 六号 我要灭灯 不能给他留了 太欺人了 真有听不懂话的 你说他为了不让一个 没有被选上来的女孩受伤害 所以说我怕他们不如你 所以让他坐着了 事实证明他就没选他 结果呢 你们在这没有被换掉的人 还生人家的气 那是怎么才好啊 让人让人家活了 这就是一个成熟女性 和一帮小姑娘的差别 这个思维啊 就见过世面的女人 真厉害 是不是这个道理 把你留在台上了多好 好 最后了 台上的各位 要不要留灯到底 请表态 面对耿直男嘉宾 女嘉宾们会如 好 最后了 台上的各位 要不要留灯到底 请表态 好的 接下来呢 全胜你有一个选择的权利 任何一位姑娘 可以叫出来 跟她做近距离的交流 想叫谁吗 7号吧 好的 她放弃了心动女生 选择了7号 来 有请7号 好 全胜 做你最后的争取吧 女嘉宾我想问一下 你为什么灭了我的灯 我是有什么地方 让你不够满意吗 首先我对职业没有歧视 但是我不太喜欢 就是男生 就是我的以后的男朋友 做瑜伽这个职业 然后其次就是身高 我感觉你挺好的 但是就是不是我想象中 男朋友的样子 对不起 谢谢 那握个手吧 好 那全胜啊 虽然今天场上 没有全手成功 但是我相信 以你的坚韧 以你对事业和感情的执着 场外肯定会有一个女孩 去联系你 也希望你场外 就要好运好吗 谢谢 这里是武汉量幻觉专利 请拍孟居然 黄金冠冰播出的 相亲相爱 孟居然 黄金金城 请更浓 那同样的 现在开始啊 在现场牵手成功的话 就有机会获得 大自然骆驼防滑鞋 对牵手成功的情侣 每人送出一双 大自然骆驼防滑鞋 那同样的 如果说现场牵手成功 超过一对来说的话呢 我们就在节目的最后 以抽奖的方式 来决定这两双鞋 花落谁家 来吧 姑娘们把灯亮起 下面这位男嘉宾呢 他很不一样 因为他不是一个人来的 掌声有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红强你所在的这家餐厅主要是做什么菜的呀 东北流邦菜的 能给我们介绍介绍吗 川菜 东北菜 还有野味什么的 就是属于一个土东北文化餐厅吧 吃起来肯定特食会特有滋味是吧 刚刚在前面给你跳开场舞的那些都是你的什么人呢 我的同事 我的好朋友们 你们好 红强的亲友团你们好 舞跳得不错 看来企业文化娱乐生活做得也都很好 好 那红强上台前选择了特殊相亲的方式 需要叫出八位姑娘跟你做近距离的交流 来吧 5号 6号 7号 9号 10号 12号 14号 米菜 中间的 张一诺 好 那我们也通过一段VCR了解一下生活中的红强 每个人的一生都应该精彩分成 而我的一生应该是平平淡淡吧 大家好 我叫王红强 今年24岁 生活中的我是一个重情义实在的男生 闲暇的时候喜欢和朋友们聊聊天 色帆布 大家都说我提前步入了老年生活 要说经历 我做得最做的就是餐饮行业 从一个矛头小子到现在的生活 每一次的经历都让我成长成熟 也让我明白了什么是社会 什么是现实 当然 还有什么是人间温暖 说到感情经历 我只有一段 我们在一起两个月 它很平凡 我们在一起很好 但最后因为一些原因分手 现在我想找一个温柔善良的女士 你会是我的那个她吗 还没等开始呢 每个人手上拿了一个这是什么东西啊 这是我们店的特色 一个女士喜欢吃的一个红糖山药 红糖山药 对 红糖山药 你这给他们吃 那后边的人就看着呀 一会儿都有 是吗 对 我觉得这样 你把这个东西把分给后边没有被叫出来的 有没有多余的 我们那家都给备了 那你连后子剥皮了 对不对 是吧 来 把那些都送上去啊 来 大家说说啊 她家的特色菜 而且是我们大厨亲手做的 什么感觉 九号 我感觉这个特别的甜 像那个挂汁的地浆 地瓜 真的 做挂浆啊 太难了 就是因为裹上糖 谁都能剥 但是能让它拔起丝了 那个就是功夫了 是不是啊 对 那个 得是 小火嘛 熬到一定的时候 完了才能处死 小火熬 熬到一定程度 对 再一个这个 糖的把握量的多少 又很重要 对 有的人 糖多了 他会沾牙的 对 糖少了 那还挂不起来 所以说这就是技术 咱们就边去边进入我们的直言 100秒 男嘉宾 你是从小就是慢性子吗 对 你会无条件地相信别人吗 这个不可能 男嘉宾 你是不是陪女朋友的时间特别少 少是很少 但是我会尽量抽出时间去陪她 男嘉宾害怕蜈蚣之类的东西吗 不害怕 男嘉宾你相信缘分吗 是 你觉得我是哪道菜 锅包肉 刚一见感觉就是非常的刺鼻 就是那种酥酸的味道 吃的是酸里带着甜 反而是外酥里嫩的 哎呀 这个评价太好了 我觉得它解析的特别好 一般我们从表面上会以为锅包肉 油油腻腻胖乎乎的 是这样去形容的 结果她有她的道理 哎 说得有道理啊 来继续 男嘉宾你接受你的女朋友男闺蜜吗 接受不了 男嘉宾你是不是有点选择困难症啊 没有 男嘉宾你好 你觉得长发好看 女生还是短发好看 喜欢的是长发 如果你等女朋友物理取闹的话 怎么办 红 男嘉宾我想问一下 就是像你做这种职业的人 能接受宠物吗 家里 可以 我也很喜欢小宠物 男嘉宾你建议女朋友养一屋子的猫吗 不建议 男嘉宾你最喜欢什么新作的女生 巨蟹座 男嘉宾你觉得就是相处多久 结婚合适呢 两年吧 男嘉宾你觉得你最感谢的人是谁 是我的爸爸妈妈 双鱼做的我你会喜欢吗 合适 咱们到这儿 做这个行业渐渐身 身强力壮的 也有更好的经历来从事工作 我觉得这个挺好的 对 他一般做后厨的人 他臂力都很好 对 对 经常多大勺 你是端大勺的吗 对 有没有一只胳膊 比另一只胳膊要粗很多 我左胳膊应该是比右胳膊粗糊 是吗 那左胳膊有劲吧 对 左胳膊有劲吧 大勺往旁边的时候怕我白万子 不用 来 咱们让他的同事们评价一下 洪乔是什么样的人呢 我先做一下自我介绍 我来自大瓢膊东北里旺菜 我是厨师长 我叫全名叫杨峰 他是从学徒开始就到我们店 然后工作到现在已经四年了 四年他现在已经成长为一名大厨 大厨也是我们企业的一个中间的力量 然后他工作的时候 就是能吃苦耐劳 跟同事关于处得非常融洽 我们在一起 人品也不错 挺好的 就比如说今天我们的洪乔 牵手了一位姑娘的话 那以后的这个餐票的问题怎么解决啊 我今天做一下保证 到我们大白晚来用餐 在我的权限之内 能做到的免单免单 打着的打着 好了 这叫实在可 餐厅的家属就是好 好了 刚才你们对洪乔的第一轮表现 是不是满意呢 姑娘们请用行动表示 好 接下来进入我们的亲密粉粉中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做的这种互动啊 跟你对幸福的诠释有关系 那就是呢 要吃红墙做的东西 看看谁吃的最幸福最美 来吧 好 也请姑娘们到我们身边来 好 来 接下来呢我们站成一束牌 每人呢挑一块 由红墙来做的骨髓来吃啊 你这道菜在你们餐厅叫什么名字啊 这道菜叫鸭带女骨髓 专门给鸭带夫人吃的 好 这是最高的待遇了 对女人最高的待遇了 在他们餐厅来讲 好了 我们首先有请 然后你吃上一口之后 用你的表情告诉我们有多美味 来 说上一句 太好吃了 好 我们有请下一位 下一个 这个一看就会吃的啊 先闻味 好香啊 来尝一口 好香啊 我就是全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 哎呦 这个评价怎么样 红墙 很激动 很激动啊 咱们都看完之后 你来评价一个最佳的表情奖 你怎么这么含蓄呢 都不像你了 好吃 真的特别好吃 入口即化 特别特别的好吃 怪不得这么精壮 好嘞 最后一个 这个坦 那时候拿个大的 这骨髓是酸的 好吃 挺好吃 好好讲 最后讲 大家就吃第二块了 行行行 拿一碗慢慢吃 这是实吃型的 要说能给大家 你看做美食节目的主持人就是不容易 他们不仅是自己有那种感受 而且要让大家分享到那种感受 这就需要功夫了 来 我们有请大鹏 你来吃出它的美味 表现在你的表情中 先尝尝汁 因为啊 其实说实话 骨髓是没有味道的 它的味道很淡 它很多的味道 来源于它汁的味道 你做的 不是 就真的 大厨我说对不对 对 主要 如果说我先尝一下汁的话 我先评价一下汁的味道 我觉得汁的话 甜淡适中 就是没有很咸 也没有很淡 然后呢 至于它能不能融入这个骨髓氛围中的话呢 我觉得我还是要亲自来试一下这个骨髓的味道 有很多人有一个误区啊 他们愿意拿着骨髓呢 在这挖来挖去的吃 但其实最好的办法 是把骨髓直接弄出来 用筷子弄成一大块 看到没 就像这样 这样呢 我们就不用扣来扣去的 就可以吃到一块完整的骨髓了 我要不够能见证一下 你们先继续啊 怎么样 你觉得怎么样 首先我觉得吧 它没有这个 因为这个汁的味道 而失去了骨髓本身的味道 一种鲜味 其次 我觉得它 把这个 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做的 但是它这个汁完全进入到了骨髓里面 然后在保留骨髓鲜味的同时呢 加上这个汁这种调味的感觉 这样呢 既不腻 因为骨髓知道 凉了以后会很腻的 它现在没有很腻 而且还有一种 喵喵的那种 咬起来很 有喵喵的词吧 是懦懦的感觉吧 我们吃货里面 叫喵喵的那种感觉 对 然后就是有一种 很有意思的口感 不妨来试一试 真好 真好 来我们掌声来鼓励一下大鹏 也谢谢四位姑娘 最重要的是感谢红墙给我们带来如此美味 经过刚才这一轮的互动呢 四位姑娘 你们是不是愿意最后为红墙站在台上呢 请表态 没有为她继续留下的理由是什么呢 五号说说 怎么说呢 做厨师一般就是没有时间去陪伴 很多很多的时间去陪伴我 或者怎么样 我就需要一个 能多花时间在我身上 能多陪伴我的人 候选习上战营举手了 你想说什么 那个我对你这个职业 就是挺喜欢的 然后刚才看你的表现也挺喜欢的 然后就是不知道你为什么 一开始叫八位女嘉宾没有叫我 我喜欢就要说出来 如果我有灯的话 我想为你留灯 顾佳宁的真诚告白能否打动男嘉宾 广告之后答案揭晓 我很直白地跟他说 能不能缺人关系 他说你其实人挺好的 光说不做肯定是不行的呀 我很用心地做了 你感觉对我是什么样的呀 挺好的 如果我有灯的话 我想为你留灯 祝你们幸福 给我幸福过一生 我喜欢就要说出来 如果我有灯的话 我想为你留灯 谢谢 谢谢 来 红墙 有女孩主动向你表达了 你什么意思 女嘉宾 不好意思 对不起 对不起 好 谢谢战营 战营真的非常棒 来 请坐 好吧 红墙 那咱们就希望有条件合适的 场外的姑娘跟你取得联系 好不好 谢谢 有机会 大家有时间的时候呢 也到红墙所在的餐厅 去尝尝她的手艺吧 祝你好运 再见 这里是武汉料汉级专利品牌 孟几元黄金冠名播出的 将近相爱 孟几元黄金金城 情更浓 那线条天有成功呢 将有机会获得 由大自然骆驼防滑鞋提供的 每人一双防滑鞋 那如果线条天有成功 超过一对的话呢 我们就要在节目的最后一抽奖的形式 来看一看这两双鞋花落谁家了 那下面这位男嘉宾呢 可谓是十八般武艺于一身 到底什么样呢 掌声有请 大家好 我叫包武亮 今年二十三 来自内蒙古 现在是一名设计 设计助理 好 欢迎国亮啊 你要不说的话 我还真以为你是个舞蹈老师呢 那接下来呢 需要选择一个心动女生 选完了心动女生 姑娘们对国亮的第一印象 怎么样呢 用灯来表示 让不通贵的VCR了解一下生活中的多亮 你知道一个男生最重要的是什么吗 颜值 家庭 金钱 不不不 都不是 那是什么 是绅士 大家好 我叫包国亮 一个绅士又温柔的男生 当然 我还是一个很专一 并且很自信的人 下面 别眨眼 让我来带你走进我的世界 生活中的我是一个舞蹈爱好者 每一天的生活 除了跳舞 就是画画 这样的生活 很充实 也很快乐 当然也会有很多事情 各个方面都有吧 这是你的感情账单 恋爱经历空白 其实有一点名恋吧 他是我的大学同学 他非常乖巧可爱 我能做的和表达的 都表达的 但是到最后 他还是给我发了一张好人卡 这是你的择偶账单 聪明 理性 感觉舒服 当然 这也不是绝对的 现在 我要去现场 深度了解你们了 我来了 请为我留灯吧 您好男嘉宾 你说自己专一 你指的具体是哪方面专一呢 做任何事情都需要 一定的专心和专一吧 来孟宏青 今年27了 做什么工作的 我是在高铁上做工作的 你看仪表很敦重 那高铁上做服务工作吗 对 主要给商务座的旅客 发放一些赠品 来丁子明 男嘉宾你好 我想问一下 你介意就是你未来的另一半会稍微有点胖吗 不介意吧 我觉得我看一个人重要还是看他的品质 你好男嘉宾 就是你只有一段感情经历之后追了两个月 还没追到手 然后还被发了一张好人卡 你是怎么得到了这张卡呀 我很直白地跟他说 我说我喜欢你能不能缺人关系 这样 然后就 他说你其实人挺好的 那你光说不做肯定是不行的呀 但我做了 我觉得我很用心地做了 你都做什么了 在该关心的时候关心他 之后付出一定时间和精力在他身上 国亮 你付出这些的同时 你要确认一点 你付出的刚好得是他需要的 假设不是人家需要的 你那种莫名其妙的关心 或者说是你想展现你的关心 其实对女孩子来说是负担的 来 目前为止 姑娘们要继续留灯吗 请表态 男嘉宾 你好 你问的问题比较智能 我想请Mr.Q考验考验你 处以事情的能力 可以 可以 好 接下来有请我们的Mr.Q 这地有点不太平 男嘉宾 你好 刚提到想让我上来考验你一下 那我接下来就给你出一个难题 根据国际惯例 这个跟我配合的女嘉宾 就是把我叫上来的这位 我先简单叙述一下这个情景 就是说你女朋友现在下班了 然后正好你去接她 然后你在旁边呢 恰好看到她的一位异性领导 就是特别关心她 送了她一双大骆驼自然防滑 大骆驼自然防滑 大自然 骆驼防滑鞋 然后这时候这一幕就被你看在了眼中 然后你会怎么跟你的女朋友去沟通这件事 然后现在我们来模拟一下 小李 别走 刚才开会看你脚挺冷的 一直感觉搓脚 然后我这正好有朋友送我一双大自然 骆驼防滑鞋 这挺好使的 不是 你多大脚 我37的 行行 我这42的你差不多也能穿 来 我给你穿上 不用了 这太大了 穿上 没事 没事 跟你说她家的鞋老好了 哪儿好 对 你看现在夏天嘛 然后她里头还带毛 特别高暖 来 我来来来 给你穿上 这是咱们公司福利吗 对对对 就给你个人的福利 看你这挺冷的 一天 来 你看 42的就正好 领导 我感觉这不行吗 我这是摔脚 我都容易踢飞他 没事 你垫俩垫你回家 然后行 你拎着回家吧 你看多好看 比你原来那好看多了 行 行 明天那个 那啥 明天见 明天见 领导 走了 好 拜拜 拜拜 然后与此同时啊 就是男嘉宾你在 你在旁边把这一幕全都募集了 然后这时候你该怎么跟你朋友沟通 然后开始 起门啊 那男的谁啊 领导啊 咋的啊 领导我给你买鞋啊 公司福利 公司福利他也不能这样嘛 又摸你又抱你呢 咋的 我觉得挺正常啊 领导比我年龄比我大就像哥哥一样 不挺好的吗 但是我觉得 这鞋不挺好看的吗 我以后挣钱我也给你买一双 不用 你看别人送的你就不用买了 你是我的 要不你试试 我就不是了 那是人家的 人家送我 你老给我了 就是我的 就是公司福利 你也别多谢 这不挺好的吗 就是有点大 起盘 要不咱以后就最好 也要领导的东西 你看领导说公司福利 你说我拒绝也不好 我还得在那上班呢 我怎么拒绝领导啊 你以后要什么我可以给你买 但是人家的人情 我觉得 他们给的 我觉得你可以不要 那行吧 那这鞋 鞋就给咱爸爸 行 那行 表演完毕 好 谢谢二位 也谢谢Mr.Q 好 我回去求一下箱子 好 谢谢 孝敬妈妈呀 就把大自然骆驼带回家 来 我们大家说说 国亮刚才的这一段 大家觉得表现得怎么样 如果生活当中 他这么去对待 你和你领导之间 发生的这么一点点小 算是小暧昧吗 或者是小误会啊 他这么处理的话 你们会满意吗 我感觉可能就是领导摸我 就摸我头啥的 或者抱我一下 我挺生气的 但回家手他这么劝我 我感觉会更生气 我感觉这个鞋吧 真是 我感觉我们领导 如果送不双鞋 我觉得他的第一概念 我不会觉得他是公司发福利 我觉得因为他是让我走 所以他会发双鞋 是不是老师姐 真的 其实说真的啊 这种情况如果遇到的话 男孩子切记 千万不要把所有的指责 都对给你的女朋友 这点是第一的 刚才呢 处理那种方式呢 是可以的 先跟他说一下啊 那下次就不要再要人家的东西了 如果你觉得心里实在不舒服 那就借花献佛 送给你家里的其他人 你看着也不碍眼 但同时对女孩子也是一样 当有女人陌生的 就是跟或者跟你男朋友 有一点什么 小暧昧的那种 送他东西的时候 也同样切记 千万不要去闹 不要去喊 你不如就直接的 冷冷冰冰告诉他 这个东西我看着不喜欢 你下次不要再接受他的东西了 对男孩子可以直接 但男孩子对女孩子不行 我觉得男嘉宾是一个 就是特别文艺发的男孩 会那个画画一样 然后也会跳舞 我特别的欣赏你 然后想问一下 你以后会再好一边发展吗 趁着年轻还想继续努力 那你想你未来发展方向定位在哪里呢 上海努力 你本身是来自内蒙古 然后现在在哈尔滨工作 未来还想到上海再去闯一闯 对 那这个时候选择来找对象是什么初衷呢 想找一份陪伴 精神上的一个有一定的支柱 然后以后能跟我一起闯的 到最后了 要不要留灯到底呢 我先问一下备权的姑娘 如果你没有灯的话 谁愿意为国量而留呢 来举手示意我 有没有 最后了 要不要留灯到底呢 请表态 好 有两盏灯为你而留 那除此之外呢 你还有一个心动女生 还需要我叫出来吗 可以 好 她的心动女生是九号 有请各位 来 面的几位姑娘 有什么问题想问吗 首先我想问一下九号 如果我有经常在忙画画或者跳舞 然后晚回你微信 或者是晚回你的消息了 你会怪我吗 我是一个特别没有安全感的人 就是如果我跟你说话的时候 你没有及时微信回我 然后我会心里 就会特别的不安 所以挺对不起的 然后我想问一下二号 如果就是我做某些事情 特别专注的时候 你打断了我 我有时候会发点小脾气 你会怪我吗 可以理解吧 我想问一下一号 如果我在就是创作的过程 其他的异性一起跳舞 一起画画 你会介意吗 如果没有身体上接触 我感觉我不会 如果有身体上接触的话 那你扛揍吗 然后我想问一下这位女生 丁子鸣 你平时一般是会经常跟我撒娇吗 会偶尔吧 我也不是那种经常撒娇的女孩 可以做你最后的决定了吗 可以了 那你最后的决定是 为什么换了他俩没换我 我差哪了 我希望你坐着 我可以更近距离去欣赏你 你给我评价一下 他们两个人的表演好不好 我心都被勾到那边去了 那你最后的决定是 好 谢谢三位姑娘 请回 那狗亮 我想问一下 你最终选择子鸣的原因是什么呢 这个小女生 还是挺适合我的 而且感觉上还是挺对口的 刚才你说的你会因为跳舞 或者因为画画 而挽回她微信 挽回她信息什么的 我希望你把这句话改一改 以后我希望你跳舞的话 是跳你们的双人舞 画画的话 是画出你们人生美满的画卷 祝你们幸福 这里是吴哈亮汉级专利品牌 孟姐黄金冠冰播出的相亲相爱 孟姐黄金金纯情更浓 来 闺女们再次把灯亮起 下面这位呢 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 到底什么样呢 掌声有请 大家好 我叫李家军 来自广西吴州 然后我今天很高兴来到这里 希望今天可以有一个美好的结局 好 欢迎家军 家军啊 来自广西吴州是吧 对的 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的家乡 我的家乡跟这边最大的区别 就是我们家那边就是很多山 然后我们一些房子就楼王都在山上 然后中间呢就是山的中间就是道路 就跟这边这边最大区别就是这个 就类似重庆的一种感觉是吗 对的对的山前 吴州这个地方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它有什么特产吗 它有什么风景吗 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小吃叫 我叫吴州桂林糕 桂林糕啊 对就是夏天我非常愿意吃的 吃你那铲的呀 嗯对对就我们在 我今天早上刚吃完了 我觉得平时咱们大家一般喝奶茶都愿意喝什么果冻布丁啊那些东西 真的不如就喝桂林糕做的东西 它的口感也是那样的 而且它对身体健康特别有好处 嗯对 好那现在呢你可以调整一下场上的阵容 把觉得跟自己不适合的姑娘和场下的姑娘进行对调 需要调整吗 需要 调整谁 我想把13还有14号换成台下作者的右边这两位 这是一个红色还有一个 小战银河张一诺 好好和战银河张一诺 来吧 1314请交接 我相信家居你换掉这两位姑娘是因为年纪的问题是不是啊 确实有一定的这方面考虑的 有一定的 你就说是呗 那就是 可能我们南方人说话婉转一点 你这儿不需要婉转 下嘴也要说话是吗 那个我就想问下男嘉宾为什么换了他俩没换我 我差哪了 我觉得这个是我自己第一眼印象吧 真的如果要下边三个人你叫上去一个人那俩可能不会有意见 你叫上去两个人剩那一个肯定的 对你告诉我我差哪了 要宁拉一群不拉一人 可能是这样 可能你没上来 我觉得你的坐姿可能比站姿更优雅 所以我觉得你坐着肯定比站得好看 所以我希望你坐着我可以更近距离去欣赏你 好 来吧 接下来选择一个心动女生 选完了心动女生 姑娘们对小伙的第一印象怎么样呢 用灯来表示 让我们通过一段VCR了解一下生活中的家居 人都有梦想和追求 我也不例外 我喜欢弹琴旅游还有美食 性格的话应该是有点双重性格 有时候喜欢安静 有时候喜欢吵闹 要说有什么经历的话 应该是从南方来到北方吧 这个转变让我学会很多 感受很多 为了梦想我也做过很多职业 每一次的工作对我来说都是成长 感情经历 我有过两段 第一段是在大一的时候 我们在一起很少争吵 当然沟通也少 慢慢的就分开了 第二段感情是我大二的时候 在一起一年多 女生很强势 但后来我们因为一些原因分手 现在我想找一个温柔善良的女生 你会是那个她吗 男嘉宾我想知道你那脑袋经历了啥呀那是呀 你是说我那个发型是吗 对 我觉得这样 我跟你说我就是因为你的发型才灭得灯 你要是换个发型都不带灭灯的 这个比较方便吧 有时候就不用整理 这是这帽子 上面戴着那个假的头发 不是真头发 正常的是什么样子 对你这个帅 我跟你说 真的啊 发型决定一个人的气质 完全不同的两个气质 这么看起来就成熟又稳重 然后还带着一股英气 你刚才戴那个的时候啊 我们在里头评论沙马特呀这是 真不是所有人都剃了光头能好看的 我真是见过 这真是考验脑型的 你有剃过光头的经历吗 光头倒没有 但是很短的寸头我有过 我觉得她的脑型 来你转一圈 很圆的 对 剃光头一定是 她就是基本两毫米啊 也就 对 接近于光头 真是脑型好看 男嘉宾你好 我刚才看小片里 我挺好奇一件事 你说你有双重性格 一会儿安静 一会儿吵闹 是一天安静 一天吵闹 还是你突然 你莫名的安静 然后突然间一个什么点 让你变得吵闹了 对 就是有 会有这种情况 就是有时候我 想一个人 呃 待在一个地方 去好好练一下琴啊 或者看一下书啊 然后我会在一个地方 就静静地待一天 或者 但是第二天 我可能想出去玩了 或者想去嗨一下 我也会去找朋友 一起去吃饭啊 或者去游乐场啊 或者去骑行啊 什么的 那你这个性格不同 跟天气有关系吗 可能有一点关系 就我有的时候就是 一下雨一阴天的时候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 早上一起来 就是莫名的非常暴躁 男嘉宾你好 我想问一下 我看VCR里你说 第二段感情的女生 比较强势 然后你的择有标准 又是温柔型的 那你觉得是通过 跟她的相处 就是你更适合温柔的 而不适合强势的是吗 适合这个词 应该是慢慢 两个人在一起之后 慢慢磨出来的 这个磨合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状态 才叫适合 然后我觉得喜欢的话 现在我喜欢的类型 确实是偏温柔一点的 你好男嘉宾 就是你第一段感情 两个人有问题了也不说 那也不是奔着好去的呀 有问题为啥不说呀 双方都不怎么会处理 感情出现的一些问题 比如说就是 他生气了我也不知道 然后我也不会 就是我也不能通过 一些细节去发现 所以这个就 就本来一个很小的矛盾 可以慢慢地计划 慢慢地计划 最后导致真的 就感情破裂了 姑娘们 当你对男朋友 不满意的时候 而他没有发现的时候 你们会用什么方式 去提醒他 反正要是我的话 我就直接说 那就是说我要擦地 然后看啊 那个马波在地上 给我花条许线 就觉得你知道 那种擦地方式吗 他是擦了 在这擦极其不用心 就都跟你闹着玩 你让我擦地按我擦了 他就让我擦 他那一块地 我说 这要是这样的话 那以后咱俩在一起 你说孩子拉床上来 你就把他拉那块捡起来吗 难道你不把那整个 背带都洗了吗 就我就会直接说 我给他三次机会 第一次不改 第二次如果他 如果太多工不好的话 我就直接分手 但是还有很多情况 就是当你们两个人 还没有到那么熟的情况的时候 你又不满意了 还不好意思直接说 你们都会怎么做 夏季云 我会冷他 然后他肯定会问我 你怎么了 你又生气了 我没事 不你肯定生气了 我没生气 我就这样 然后他说 哎呀 你们别生气了 我说我没生气 我没生气 你去玩吧 你玩去吧 你去吧 他要真去了 我就疯了 他就哄不好了 真哄不好了 就这样 其实在我的观念里 我认为没有人说 看不出来对方生气 只有你愿不愿意接这个茬 哎 真不是士兵 是吗 对 就是情商低的男孩 真发现不了 是吗 对 我刚才我就是想给 这小伙子举这个例子 很多女孩 他生气的时候 他 你是看不出来的 嗯 我就怕你以后 遇到这种情况之后 结果就那么低了 结果俩人就掰了 我觉得姐说的特别 特别对 如果是她 那个女朋友 她刚才在那儿 一直在说的时候 我就会很生气 这一个男的 说话齐了咔嚓 一顿墨迹 也没有用的 你就直接说 就像擦地来说 你擦不好 那我擦 我跪地也擦 我让你看看 地是怎么擦的 那第二次 下次她也不好意思了呀 你不是墨迹 你爸是啰嗦 两个人交流起来啊 还是直奔主题要好一点 哎 就有的时候 你兜兜转转 过来一圈的时候 等她反应过来的时候 事已经结束了 嗯 对 就是遇到是要及时处理 对了 一句话就能说明白了 我想问一下 男嘉宾现在是自由职业者 那以后对就是工作方面 有什么规划吗 我大学期间的目标是这样 就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赚钱 然后去变北方的所有城市 然后我在我大四的时候 也已经完成了 然后现在我的目标呢 是在未来15到20年内 去变世界各地 然后为了达成这个目标 我肯定要去找一份 就是可能潜在回报 比较高的这么一个工作 那你这样的话 对于你的另一半来说的话 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啊 那你的前提是要求他跟你一同去吗 还是说你自己去 最好当然是一起去了 就是我可以带他去各地品尝美食 然后看遍风光风景 嗯 来吧 目前为止姑娘们要继续留灯吗 请表态 其实之前看小片里的时候 你是背着一个吉他的 其实说的话 生活中你的另外一个爱好 就是背着吉他唱歌了 嗯 对的 那今天跟我们来一段吧 嗯 可以 能弹一段什么 我就弹一首 我最喜欢的一首歌 小幸运吧 我给你找个伴舞吧 会跳舞的李宋燕 还有会跳舞的夏紫云 一边一个 用两种不同的风格 伴舞开始 吹吧 看到两个姑娘刚才在那么卖力的去拍摄 配合你 你给我评价一下他们两个人的表演 好不好 非常精彩啊 就是我心都被勾到那边去了 那你觉得他们都是什么样的风格呀 你也是懂音乐的人 我用一个词来喜欢吗 就是优雅 都优雅呀 嗯 确实是 好了 谢谢两个姑娘 会点才艺的女孩子就是有气质 我们看一下家军上台前准备的问题啊 在爱人面前做的最迥的一件事是什么 你想听谁的 就是最糗的一件事 咱们俗话讲 很糗的一件事 我想问一下八号 我平时糗惯了 我想不起来最糗的是什么了 就是没有最糗只有更糗 对 还谁能想起来 我记得我和那个就是上一任男朋友去吃饭 第一次出去吃饭 然后我那个新买的鞋是黑色的吊色 穿的白袜子 然后正好吃烤肉是那种韩国的就是小炕的拖鞋 然后一拖鞋里面袜子就变黑了 就特别尴尬 那你男朋友如果会说话的话 他肯定会说 你这个渐变色袜子不错 我突然想起个事了 我跟我老公刚结婚那阵 然后呢 就是他没告诉他家人我是近视眼 就是说就是轻度的近视 其实我是我是一个高度的近视 然后那天呢 我婆婆来到我家了 我婆婆穿着一个棕色的衣服 然后晚上的时候 她就坐在了我家棕色的那个沙发上 然后呢 我洗完脸 把隐形眼镜摘掉之后往处走 我一看屋里 呀 我就问我老公 怎么呢 我老公说 正在这儿呢 我当时瞬间特别尴尬 我现在这事瞒不住了 当你女朋友在你面前出球的时候 你会怎么办呢 我就觉得我不会 就不会笑他吧 我就觉得他这样子很可爱啊 我就觉得会越来越疼的 来吧 最后了 要不要留灯到底呢 请表态 好 有一盏灯为你而留 好 来 有请 就是我想问一下你就是为什么给我留灯 我比较相信演员 比较相信低眼的感觉 这是我 广告很短 千万别走开 抱歉 因为我选的心动女生是六号 所以我觉得以后我们可以认识一下 就是交个朋友嘛 我也挺珍惜一些缘分的机会 那好吧 谢谢姑娘 那接下来我们请下你的心动女生六号 刚才我在场后吧 因为看前面你有出来过就是做一些互动什么 我就觉得你是一个很活泼很可爱啊 而且是一个比较温柔的女生嘛 我觉得我也比较相信演员这个东西 就是看见你我就觉得就是你了 我希望你可以给我一次机会 你对小伙子的印象怎么样 我有点懵 那个你以后是打算留在哈尔滨发展 还是就是去外地发展 在南方 首先我就是不考虑去外地 因为我觉得哈尔滨挺好的 因为我父母在这边 就是之前我也说过 我父母在不远游 握个手吧 做朋友 好谢谢 那士兵老师有话要说 家军 就两句话送给你 第一句话是 凡事千万别磨叠 别啰嗦 直奔重点 以后 第二句话送给你 你喜欢的运动跟极限 还有你未来的所有憧憬 记住了 当以后成家的时候 先有能力把家庭安顿好之后 再去玩这些 这是男人该做的 好 谢谢 加油 好 那也希望场外能找到 与你最同道合的姑娘 跟你牵手幸福 加油 好了 今天我们有一对 牵手成功 真的要祝福他们 也要感谢武汉 两换季专利品台 孟志愿黄金 对我们的冠名播出 孟志愿黄金 金纯情更浓 同时呢 我们要为这一对 牵手成功的朋友呢 送上我们的一份礼物 来 有请二位 好 你们将获得的就是 大自然骆驼防滑鞋 每人一双 好 你们可以把这双鞋 分为你们的父母 冬天快到了 开冷露滑的 穿上大胆露度防滑鞋的话 会安全感倍加 而且非常暖和 年轻人穿上 其实也是很时尚的 总之希望大家 走好人生的每一步 祝福你们 好 祝福你们 好 同时呢 我们还要特别感谢 银银美容美发 化妆摄影学校 对我们的形象打造 感谢士兵老师 感谢大家 还没有报名的朋友 赶快来拨打 相亲亲爱的报名电话 或者是在我们的 微信公众账号上 进行留言 参加相亲相爱 全程不收任何费用 下期节目 同样非常精彩 让我们来先等位快